中国最近放宽了防疫政策 当地的网络就传出有地狱犬之称的新 指挥中心辟谣表示 根据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感染BQ.1之后 重症还有致死率的程度 跟其他Omicron相同 目前在国内总共是验出了22例 也都是轻症 呼吁民众千万不要恐慌 中国近期放宽防疫政策 网络上却流传新冠肺炎 新型变异株BQ.1 又被称作地狱犬 传言感染后会演变成重症 很多人死亡 就怕引起恐慌 指挥中心赶紧澄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说明 BQ.1跟这个Omicron的其他的变异株 相同的严重程度 致死率并没有更高 BQ.1变异株是Omicron病毒的 BA.5子带变异株 确实具有较高传染性 和较高重复感染几率 但与其他Omicron病毒相比 疾病严重度和致死率并未增加 截至12号 国内共验出22例BQ.1病例 无论境外移入或本土 都没有中重症或死亡个案 台湾的这个本土跟境外移入的 二十几个病例 事实上也都是轻症 也没有重症 可能要请民众放心 决络中心发言人庄人想提醒 打疫苗仍是最好防止重症方法 但中国疫情逐渐升温 已只有九个省验出BQ.1 共49例并未造成广泛传播 但不排除1月开始会出现反台潮 约1月9号起入境人数恐会翻倍 他们在大体检视 8小时内都还必须要有核酸检测 目前看起来对我国的边境 目前还可以 而中国近期官方公布 个案数不到1万例 14号甚至只验出2000多例 纪会官网毕胜脸书发文开酸 中国官方数据 确诊个案已经连续两周下降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这样低的确诊数字 颠覆了世界对这个疾病的认知 只能说厉害了你的国 绝中心推测 当地接下来恐出现医疗量能或药品荒 将对中国的疫情变化持续观察 记得台北做